过去民众使用网路比较注重下载的宽屏 但现在随着民众在视讯直播 还有智慧家庭装置使用等需求增加 上传的宽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就由电信业者瞄准商机 将网速升级为双向对称宽屏 推出服务之后 立刻吸引不少消费者零贵询问 串流平台看影片 居家办公线上学习 统统离不开网路 电信业者有感于国内 高速宽屏时代来临 将提供给客户的网速 升级为双向对称频宽 也就是下载和上传相同速率 让消费者上网体验更顺畅 高画质的影音串流服务 智慧家庭还有线上学习 还有视讯直播这些 其实都非常需要高速宽屏 每一个人都随时也在做视讯直播 其实他自己录个短影片上传 他就非常有感了 服务推出吸引不少消费者零贵询问 民众日常生活中 常会有家中同时多人 使用网路的状况 这时更需要高速的网路服务 还有消费者赶在即将到来的开学季 来帮家里网速升级 因为下个礼拜就开学了 那个小朋友一直讲说 家中的网路频宽不够 希望说他们透过上传频宽的增加 可以让老师清楚的看到 他们懂了或是不懂了 那种疑惑的表情 不论是云端上传档案 视讯直播或是使用智慧家庭装置的趋势 都显现上载频宽需求日渐成长 这回业者推出双向对称频宽 让民众网路使用不卡卡 记者综合报道